还好还好 灯姐不在 咱刚才生怕她就堵在门口 杀咱个措手不及 看来 她认为我们至少会留在回廊里休整 呵呵 若是平日里 灯姐这推断确实不错 不过现在嘛 为了狼秋的将来 咱这回 也只好铤而走险了 趁着灯姐还没有察觉 咱们赶紧去唤醒塔姨吧 有绝宜在身边 此行 想必不会有什么阻碍 塔姨 就是阿姐塔太太啦 哎呀 你看我们不是管绝宜也叫姨嘛 说到这里 绝宜呢 还有那条狗 找到了 一鼓作气 出发 哎呀 你这家伙 狗狗碎碎的 在做什么呢 不对 你们怎么出来了 哦 看来 我们没有舌在灯的枪下 让你很失望 哪 哪能啊 我这是终于见到了你们喜不自胜 喜伤没伤 喜 喜 喜 不对 反正绝也不在这里 我何必对你们这么客气 我在想什么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嗯 绝宜不在 什么意思 难不成的法器还能突然张腿跑掉了 你们这提问的语气 你们以为 别晃了 别晃了 脑胶要被摇晕了 是 是灯把他带走的 就在你们进入假面回廊之后不久 原来如此 难怪灯姐声称塔医没有嫌疑 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见过面了 可是 灯究竟是怎么在这样短的时间里 就确定了阿简塔没有嫌疑呢 嗯 这个 哎呀 算了算了 在这里空想也是无意 反正咱马上要去唤醒塔医 见到他后 自然会有定论 嗯 说的没错 咱们这就出发吧 当然 也得带上这位 嘿嘿嘿嘿嘿嘿 多尼哥尔 你要上哪儿去呀 嘿嘿 这不是 这边风景好一点吗 哦 这样的话 要不要跑得再远一点 比方说 那边的怪物堆里 要咱说 那里的风景肯定再好不过 你们放心 从现在起 我就是你们忠诚的拥盾 保管寸步不离 你们看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好了好了 走吧 没看到有什么建筑 不过 既然刚才有建在空中的房子 难道这位阿杰塔 她住在地下 那倒没有 只是塔医在这一带试了障眼法 她是位很有名的收藏家 不但网罗了各类奇珍异宝 对于那些激进失传的奇门道具也很有研究 之前作为她的分身和我们在一起的法器诀 就是她的收藏之一 唉 要是诀意在这里就好办了 罢了 罢了 多尼格尔 只能让你闻闻开了 别想使唤小狗似的使唤我 我又没长狗鼻子 塔医是借助了树的力量隐藏沉棉之地 你作为离恶实相之一 理应对此有些感应吧 就算有 那也是我的本事 我凭什么帮你 嘿 如果不是你让登姐带走了绝椅 咱们怎么可能会在这儿像眉头仓一样乱转 这事儿 咱还没找你算账呢 要不现在算算 去 就这儿 不错不错 动作真快 嗯 那是 嗯 那是 这就是 所谓种族天赋吗 嗯 你 嗯 口诀塔医交过 再想想 不错不错 这就成了 塔医应该就睡在这道咒镇之后 不过等会儿进去 你们可一定小心 咱之前可是一次都没下去过 也不知道里面是个什么样子 大家要跟上啊 这里是 与狼秋沿通的数据之海 但还没法告uf collo 过去 噓 撒詞 叨巳 颂雀 宋雀,薛,薛,薛梦者,咱一定是在白日做梦吧,否则,否则怎么会看的? 大姨,没气了。 没有检测到生命活动。 而且,从量子之海的特征变化来看,形成这种局面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很显然,你不是在做梦。这位塔姨,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灯声称阿姐她并无嫌疑,竟然是因为…… 你们终于来了。 薛,你怎么在…… 灯带着我到这里之后,看到的就是这个场面。 然后,她说自己要去做必须完成的事,就独自离开了,只留下我守着这具尸体。 等等,克拉里刚才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阿姐塔就已经遇难了。 掉下一个尸体的火热,你怎么会看 findet你的火热? 令我看见,你怎么得开? A,T,T,U, 被灯水了,也死不了。 有一天。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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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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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 糟了 怎么了 宋鲸 怎么 那 怎么办啊 台义遭遇不测 凑不齐七数 这下可麻烦大了 怎么办怎么办啊 凑不齐七数 难道就这么可怕 当然可怕了 现在这幅光景 可只有一百年前才出现过 师父那时就说了 这是唯有七数合力 才能镇压的灾害 所谓七数合力 你当时应该也没做出 太多贡献吧 那 那不是更说明 师父和台义有多厉害吗 你仔细想想 连绝银那么厉害的存在 都只是塔义的分身 怎么就偏偏是塔义呀 宋雀 就算现在的七数力量 不太够用 我们还有欧夏作为后盾 还有陈雪姐他们 大家可以一起想办法呀 所以 我们先冷静地 分析一下情况 好吗 没错 现在还不是自乱阵脚的时候 无论如何 才还有师父这个靠山呢 那 我们赶紧去叫醒你师父 那 不行不行 也不能那么随便 对 如果这真是什么天大的变故 塔老人家自己会醒来的 七数之一意外深固 影子失控 这件事无论对狼秋还是欧夏 都影响巨大 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先回欧夏 再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吧 嗯 你们说的有道理 走吧 啊 终究还是到了这个时候,也该面对自己的仗了,以天下为之龙,则却无所逃。 朱军,与我已同入够吧。 虽说我们在此相见并非巧合,但您也和他们一样,是为杀死在下而来吗? 对了对了,虽然这样突然提问显得非常奇怪。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有所谓的未卜先知吗? 没什么,只是忽然想到了,天机不可泄露这种说法。 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分析,即使再明显不过的真理,人类也同样无法认知,这就是占卜的局限。 而所谓预知,他的确权之权能,却要以命中注定作为前提。 命中注定,也不见得就是坏事吧。 是啊,如果命中注定,会倒向一个更好的结果,那么成为神明的提线木偶,一定是一个令人趋之若鹜的选择。 哎呀呀,所谓寻梦,还真是一种绝望而徒劳的举动呢。 你似乎坏里有话呀。 我可没有说你四十肩晶体是这当中的任何一种哦。 是啊。 现在的天会之隐,也远远称不上全职全能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这么说来,我倒是想起了一个故事。 在那个故事里,有一位哲人说,世界本没有自己的方向,是人们听凭心意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世界往何处去。 与此相对,另一位哲人则反驳道,世界的矛盾就在那里。 它既不可能因人们的心意而诞生,也不可能因人们的心意而消亡。 所以,如果想要改变世界,重要的并不是人们内心的想法,而是人们每天赖以为生的手段。 那么,你说的这个故事,它的结局又如何呢? 你,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故事吗? 你的答案,难道,不可以是这个故事的答案吗? 您,您的答案,什么不是人的答案,不能乱善来这种帮助 人们的任何决定? 无偿发 palabra,好了,ボス请教 hall